这花色还对得上呢 小瑶自己喜欢什么颜色 在家的时候 给她什么便穿什么 若然她自己选的话 大概会选潜色 为什么 当年我母亲就爱穿 不过她已经往过多年了 她一定生得很美吧 小瑶才这么可爱 是 二位 要挑选什么料子吗 我这店里什么都有 快进来看看 二位 你们看 这些可都是离安新晋的料子 还有这儿 有一件刚做成的样衣 特别适合你 你快试试 不必麻烦了 不是我穿 你跟少瑶身材相仿 帮我试试 很合身 那可不 我这眼睛啊 可是油锅里练过的 分毫不差 不但合身 还与娘子相衬得很呢 娘子 你再看看这颜色 你摸摸这料子 啥要比我矮一些 老板 还有没有比这衫子 短几分呢 就要这些 好 再调点相当固料 缩件多了 行嘞 这衣服很适合你 哥说得是啊 我看娘子这是我帽 还有这身端 我真恨不得 给您裁上的三百六十套 叫你天天穿着我家衣裳 才好呢 二位再看看 我去给你们挑料子去 少瑶的衣裳你来付 但我这件我得自己付 你替我照顾了少瑶这么久 总得给我个机会谢谢你 这是两码事 若分得这么明白 我岂不是得给你买上 十件八件 我不是这个意思 十件八件倒是没有 一件倒是可以 试试 要不说这一双良好 这两件衫子 其实就是一块料子 做出来的 你们看 这花色还对得上呢 来 我来 这是 这黄都附近有学问的先生 名字都在上面 我想请他们来家中 开书授课 这是已经被你除掉 一大半了吗 这帮老头怎么得罪你 是暂时就没有先生 愿意来 这严实的告示呀 城里城外倒是贴了不少 但只见进去 不见回来 别急 会有办法的 听你这口气 以为你要上门保票 你可别乱讲 我可是守法良明 会案子 各位